主席 大家下午好 好 我現在想請輪委會 有沒有 動植物防疫局的 沒有 那我要問誰咧 誰是代表 你是什麼 局長 處長 你好 委員好 您好 處長好 今天剛剛我們的 中委員講的非常的 這個農業精緻金融化 那我現在講比較輕鬆一點好不好 輕鬆一點 那我還是要質詢 所以今天 這個在香港 3月4號發生了這個一個 小狗呢 確定是若陽性的 COVID-19以來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 動植物防疫局沒來 可見不重視 可見你不重視 醜物可能會感染 它是首例在香港 對不對 所以今天你看 我就帶一隻 露露 等一下不要那麼快 哎呀 這個配合我啊 露露我要講了故事 露露 I love you 我每天都這樣子 它是我的小狗 它是我小狗 我超級喜歡它 我最近在立法院 我是新科立委 說真的新科立委來到這邊 嗯 大家都是這麼專業 是有一點壓力的 所以每天回家一定要先抱它 好 先安慰一下 好 那這隻露露小狗呢 是 我等一下講說 避免棄養 就是因為我們家的小狗 一開始呢 是我家的女兒 我的女兒啊 她呢 很有愛心 好 在外國讀書回來 就去棄養小狗的 棄養之家 領養一隻小狗 哎呀 黑黑黃黃的回來 看到喔 什麼髒髒的 我們花很多時間去照顧她 這個 把她用愛 讓她變成就是 對人不會有害怕 接著下來呢 我的女兒呢 覺得媽媽 哎 以前很忙 都沒有很 對小狗非常的這種 這個 認識 所以從那時候呢 她就很放心了 她出國啊 她都出國去玩了 就這隻小狗變成我在照顧了 OK 所以呢 下一張 我們要知道 劉委會應該知道吧 現在的小狗啊 你知道 已經有寵物250萬隻 比兩年前多了一成 幾乎要贏過這個小孩子的出生率 對不對 也就是說一百戶的人家 有33戶 也就是說 三分之一家裡有寵物 所以你看到 我現在好快樂 我是熟年 我是中年 絕對不是 絕對這個 一點也不老 所以呢 我每天都 這個 只要 還沒當立委之前 我是很快樂的啊 先當立委 這是你看以前照片欸 以前的照片 所以 我好想要 回到之前 沒有疫情的時候 帶著搞這麼帥的 這麼帥的 去這個 我們社區 去溜達溜達 然後呢 我要出國 中間這張 出國的時候還捨不得 露露 輕輕 她不能上飛機 後來我去美國才知道 怎麼那麼多人 帶著小狗在排隊 美國 是可以登機的 好像 法國航空也可以 所以 我任何照片 我都有 我的小狗 所以 這個處長 請問你 你對我們台灣的這個 寵物 認知多少 我先請問你 事實上就是 我對毛毛小孩 因為我們經常都有在 看到相關的會議 所以我應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剛剛委員所指導的那個 香港的那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現象 事實上我們 我們房檢局在第一時間 就召開了專家會議 那邀請這個 架序事先衛生所來 那當天 在所有這個 國內外的一些專家的一個 討論的結論是 事實上現在沒有積極的證據 證明這些毛小孩 會傳染這個武漢肺炎 那所以 我們當天就發了新聞稿 那事實上也製作了一些圖卡 那呼籲大家 簽卷不要緊張 因為事實上 從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市政來看 特別就是說 他很可能只是 他會有弱陽性 很可能只是因為 他只是沾到 因為他沒有動物 真生的那樣的一個 病毒真生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做出這樣的一個 專家的決議 這個叫做 未知的感染風險對不對 未知性的感染風險對不對 弱陽性嘛 對 但是還是風險 所以很多人家裡很緊張啊 我想請問你 現在如果有一個 被隔離的 這個防疫被隔離的人 他的家人把小狗帶出來 你覺得該怎麼辦 他家人把小狗帶出來 我一個人隔離了 請問你怎麼辦 居家隔離 事實上現在我們不會 對寵物做這樣隔離 這樣的一個作為 那只是說 現在導致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很可能 這是主人 他可能被居家隔離了 那他的小狗 可能就需要一些食物 那我們的防檢局 有相關的系統 也可以來服務 這些毛小孩 送一些食物 或一些必要的用品 給他這樣子 那你3月2號有針對 共居犬貓檢驗及其照顧方式 召開會議 請問你會議結果 有公布嗎 你有沒有廣告行銷 像我們的衛福部呢 因為他現在大家都重視防疫 所以他有很多經費 這應該的 那因為現在既然有 未知性的可能的傳染 那你有沒有去做一些宣傳廣告 說小狗要怎麼樣去 如果家有居家 這個被隔離 你小狗要怎麼樣去這個 去照顧他 如果沒辦法照顧 就送到你們的 這個叫做專門的 這個檢疫 防疫所 防疫所 有沒有這樣宣導呢 包括委員 我們現在有透過新聞稿 還有這個圖卡 那當然如果我們有些 就是媒體上還要再加強部分 我們都願意來加強 對 我要你加強 所以呢 如果有這樣子之後 你就是會議結果 告訴大家 就會避免造成恐慌性的 棄養 我跟你說過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故事 就是說 我的小露露 是 你看我講到小露露 我就這麼可愛了 所以我們立法委員都要養狗 才會可愛 所以我的小露露 就是這樣子被棄養之後 我照顧她 有愛心 我現在是她媽媽耶 所以每天早上 都要跟著我來立法院 台天你同意的話 帶她來好不好 好 謝謝組長 謝謝 感謝委員 謝謝 那我就要問我們的勞動部部長 阿春姐 好